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多精彩 现在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正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 我们来说一说进口抗癌药 这个前不久啊 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医疗健康的新举措 其中有一条 让患者忍不住是拍手叫好 那就是从5月1号开始 进口抗癌药将实现零关税 以前患者购买的进口抗癌药 是需要交关税的 有的药物关税高达8% 本来抗癌药的价格就不低 这关税一高啊 药品的价格就更高 这就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有的癌症患者为了买药 一个月呢 得花个好几万 比如用于治疗肺癌的两种常见药 叫义类沙和特罗凯 吃这两种药啊 每个月得花个好几万 抗癌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每个月几万 这普通家庭根本就承担不起啊 那经常是一个人患病 全家倒下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 我国每年新发的癌症病例 有四百多万 平均每天都有一万二千人新患癌症 癌症病例这么多 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啊 当然就很大 目前临床上大部分的抗癌药呢 都依赖进口 有人就算了一下啊 如果对抗癌药进行零关税 可以为中国的癌症患者 整体减少二十亿的开销 有业内人士啊 就说进口抗癌药的价格 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你比如研发成本 生产成本 关税 药品加成等等 想真正降低这个药价呀 那是一个系统工程 好在这一回 国家层面给出了一个系统的举措 除了药物实现零关税 还提出要利用跨境电商 来消除流通环节 各种不合理的加价 还会把进口创新药 特别是急需要的抗癌药呢 纳入到医保目录啊 让患者能看得起病 能用得起药 多项措施同时进行 要使进口抗癌药 至少降价百分之二十 让大家呢 能感到明显的降价 患者选择高价购买进口药 有一个原因呢 那就是国内药品的审批流程啊 太繁琐 虽然有些抗癌药已经在国外上市销售 但是如果想要进口到国内 那还真不容易 因为药品的审批时间呢 比较长 环节呢 也特别复杂 必须要等待临床实验结果 有的时候啊 这一等啊 就等个五年十年 很多患者 根本就等不起啊 说到这呢 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抗癌药代购第一人 陆勇 他就成因为从印度帮人代购抗癌药 引发关注 这一回新政策出台 陆勇就说了 最让他振奋的一点 就是国外创新药的进口上市的流程 给他简化了 将临床实验申请 由批准制改为到期默认制 进口的化学药 企业检验结果通关就行 不需要逐批强制检验 那也就是说 以后进口国外的创新药啊 不用苦苦等待相关部门的批准了 只要材料没问题 药品没问题 申请期限一到 这药品啊 自动进入到上市流程 这就大大简化了省批的流程 加速了创新药的进口上市 可以缓解国内 比国外慢半拍这个问题 这在陆勇看来 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要我说 多项惠明政策 降低进口抗癌药的药价 这就叫对症下药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我国发布了 首个英语能力测评标准 将在六月一号正式实施 他把英语能力啊 从低到高 划分为基础 提高 熟练三个阶段 共设了九个等级 有了这么一个全新的统一标准 就能够实现 从多条线到一把尺 那以前 有各种英语考试 你比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专业英语八级考试 还有托付考试 雅思考试 各种英语考试的测终点 它不一样 所以他们之间的成绩 也无法进行比对衡量 现在好了 有了统一的新国标 那就实现了车同轨 量同横 那么这个新的测评标准出台以后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马上要进行相应的考试呢 而这种考试 它会不会增加学生心的负担呢 对此有专家就说了 确实正在研发英语能力考试 不过这种考试 主要是为了配合高素质人才培养 所以对基础教育应该没什么影响 另外这种新的考试 也和以往不太一样 它需要考察五个方面 分别是听 说 读 写 译 而且成绩单也和以往不同 不再是简单的分数 而是一份评价报告 就像是医院的体检报告那样 能够全面地说明 应试者的英语能力 对于这个新国标的出台 有专家就提醒 千万不能和小生初来挂钩 要知道几年前 曾经有一个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就因为和小生初挂钩了 演变成了童子军大战 给小学生带来了承重的负担 后来教育部门三令五生 这才消除了影响 你们现在有了新国标 难免又有一些个学校打起了歪主意 专家就说了 新国标远远超出了小学生的标准 如果你要拔苗助长 那只能是适得其反 要我说英语考试新国标 是为了和国际接轨 不是和升学挂钩啊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天价茶叶 最近有一款茶叶 被称为是五一山盐茶中的极品 卖了一个天价 多少钱呢 每公斤好几万 甚至几十万 那到底是什么茶叶 竟然如此昂贵啊 据说它是产制这个 福建五一山的牛兰坑 随后记者来到五一山调查 发现所谓的牛兰坑 其实就是一条狭长的山谷 在五一山是很常见 根本没什么特别 另外呢 在一些茶商的炒作下 这牛兰坑啊 还被分为不同的区域 每个区域呢 有不同的名字 你比如叫牛手 牛肚 牛尾 名字不同 价格各不相同 但是呢 只要跟这个牛啊 挂了钩 茶叶就升价倍增 往往是周边茶园的好几倍 那么牛兰坑的茶叶是否真的就与众不同呢 未必啊 有专家就说了 五一山严茶的核心产区 甭管是地貌土壤还是气候条件 大体上都非常接近 所以呢 茶叶的品质啊相差并不大 另外 记者调查就发现 茶商们关于牛兰坑茶叶的宣传 那也是五花八门 有的呢 这个宣传之间呢 相互矛盾 你比如 有的就说 这款茶霸气十足 有的就说 它优雅细腻 还有的说 带有山谷的花果悠香 其实呢 都是炒作 有老茶农啊 就说了 自己做了一辈子茶 也喝不出这些个味道 为了追逐暴力 一些茶商是花样百出 首先呢 讲故事 你比如 有人在五一山找到一个地方 说这地方的外形是如何如何的独特 远远看去啊 就像是一条龙 于是呢 就把这个地方产的茶叫龙肉啊 价格给它翻几倍 其实呢 这还不算什么 还有更厉害的叫糖生肉啊 据说 喝了糖生肉之后啊 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滋味 当然了 这价格也是妙不可言 一杯茶好几千 除了讲故事 还有一招 那就是造假呀 你比如 牛兰坑茶叶 其实呢 它的产量是有限的 非常少的 有些个商家呢 就造假 把几百块钱的茶叶 贴上一个牛兰坑的标签 就能卖几万 卖几十万 对此 五一山茶叶局的负责人就说了 高价格并不代表高品质 应该建立产地溯源机制 据统计 2017年 五一山盐茶的产量 一共才只有九千八百吨 可是呢 市场上打着五一盐茶的旗号 进行销售的茶叶 要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现在 当地有关部门 正在进行普查 要建立信息数据库 为产品溯源 打下基础 另外啊 针对某些茶商的炒作噱头 混抬价格的现象 有茶叶专家说呀 稀奇古怪的花明 它既不是文化 也不是标准 更不代表品质 靠这些东西来忽悠消费者 不仅是对茶叶的伤害 也是对消费者的伤害 要我说 茶是用来喝的 不是用来炒的 我们接下来关注新明周刊文章标题 我们的停车位缺口 究竟有多大 最近呀 有媒体报道 说北京停车位的缺口 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万 由于生多周少 每天都要上野抢车位大战 其实呢 随着汽车社会的到来 停车难 那已经不仅仅出现在 北京啊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在很多中小城市 同样是一件麻烦事 停车难的背后 最直接的原因 就在于 车位的供给啊 不足 那么一座城市 到底需要多少停车位呢 一般来说啊 这和汽车的数量有关 根据住建部的标准 停车位的数量 应该是汽车数量的 一点三倍 也许楼梁文呢 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为什么停车位的数量 要比汽车的数量还要多呢 你要知道啊 一辆车 它既要长时间固定停放 又要出行中 临时停放 所以呢 就需要更多的停车位 然后呢 咱们很多城市啊 根本就没有达到 一点三倍的标准 基本都在零点六 甚至只有零点三倍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啊 应该拿出多少空间 用于停车呢 有专家呀 算了一笔账 一个停车位 如果建在地面上 需要消耗二十五平米 如果建在地下 算上进出通道 需要四十平米 也就是说 一个停车位的面积 和人均住房面积 几乎是相当的 甚至呢 比很多家庭的客厅还要大呢 所以呢 就引发了一个疑问 如果为了解决停车难题 无限制的扩大停车场 这是否就合理呢 有专家建议 真正解决停车难啊 不仅要在建车位上下功夫 扩大供给 还要在管理上啊 很下功夫 规范秩序 这二者呢 缺一不可 文章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解决方案 你比如啊 上天陆地 挖掘空间 使用潜力啊 什么叫上天陆地呢 就是垂直停车场 目前杭州很多的老旧小区啊 它进行改造 通过垂直停车场 解决了停车的难题 另外还有一招 那就是措施共享 提高车位利用的效率 目前已经有很多企业 研发各种智慧停车APP 它能够自动搜索 将周边空闲停车位的信息啊 发送到车主的手机上 要想缓解停车位供需矛盾 除了扩大供给啊 还应该控制需求 你看有专家就说了 以前日本东京同样特别堵 可现在呢 东京人口增加了 汽车增加了 但路上却没有那么堵了 为什么呢 最关键的呀 就是在高密度的中心区 用大容量的轨道交通 解决了出行的需求 要我说 只有供给多了 需求少了 停车难 才会迎刃而解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国外一只斑点狗成了网红 它的鼻子上 有一块黑色的斑点 正好是一块星形的图案 这就叫连鼻子 都有爱你的形状 一个废弃烟囱 被爬山虎包裹缠绕 远远看去啊 是郁郁冲冲 就像穿了一条巨型的绿裙子 从浓烟滚滚到生披绿裙 这叫华丽大便生 一对土耳其夫妇 因为制作迷你版美食走红 他们有迷你版的厨房 迷你版的道具 还有迷你版的食材 盘子就像硬币那么小 菜刀就像手指头那么长 虽然做出来的食物很少 但味道丝毫不减 人家夫妻是过日子 这一对看起来像是过农家 英国艺术家马修斯 喜欢泡在海水里画画 他创作时将画纸夹在木板上 将画笔藏在泳衣里 有时候一天会在海里泡十个小时 他就说了 以前在冲浪的时候差点出事 从此他就像顿雾了一般 开始坐在海水里创作 不过这作品跟他这行为一样 有点让人琢磨不透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不久一名研究生 参加银行的校园招聘 一路过关斩将 通过了笔试面试 还收到了预录取的短信 可是没想到啊 最后却被告知 综合测评不合格 不能录取 按照这学生的说法 自己是倒在了在线心理测试这一关 在线测试的结果是 情绪风险高 不适宜快节奏的工作 这考生就不服啊 说自己平时活泼开朗 成绩也不错 被判定情绪上有问题 那属于误杀 这事就引发了热议啊 有人就怀疑 这里边是不是有暗箱操作呀 如果想要拒绝考生 你彼时面试环节 有的是机会 你拿什么心理测试当理由 太没有说服力了 不得不说呀 现在很多企业到了招聘的时候啊 都会让求职者 做一个心理测试 性格测试 人格测试 这个说法不一样啊 但目的呢 都是要检验对方的心理状态 有企业就说了 业务能力测试 那是一个淘汰工具 判断哪些个求职者 有能力胜任工作 这个心理测试呢 就是一个选拔工具 更好地了解求职者的优缺点 看员工的性格 和展企业文化 是否相匹配 那有的公司 招实习生 也要进行这个心理测试 心理测试 是用一定的测量标准 对人的特定素质 进行一个测评和分析 现如今呢 各类这个心理测试 是五花八门 可它的可靠性 还是存在争议 因为有些个心理测试啊 并没有科学的具体的理论 这样的支撑 再加上测试的对象 是复杂的人啊 这个情绪啊 心理活动啊 是多变的 在做题的时候 一句话一个动作 可能就影响到最后的测试结果 所以有专家就说 心理测试 你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但最好别把它当作 人才去留的决定因素 有人就指出啊 对人力资源部门来说 心理测试 它既是一种筛选的机制 又是推卸责任的手段 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一些 暗箱操作 因为测试太主观 说你性格合适就合适 不合适就不合适 你连辩驳的理由都没有 企业有自己选拔人才的标准 不过有业内人士就建议 在招聘过程中 像这种主观测试 如果你想使用 那也不应该放在最后一环 而是要尽量前置 放在面试比试之前 这样相对来说要公平一些 如果你放在最关键的最后 那前边所有的都通过了 就因为这个心理测试不合格被拒收 那就很容易真的让人有反感心理 怀疑你里边有毛泥 要我说 企业在招聘过程中 甭管是哪一种测试 都应该做到公平公正 心理测试跟鄙视面是一样 也要防止有人作弊 好 欢迎回来 最近河北张家口的一个贫困村 叫育狗粮村 成了网红村 这里的村民各个身怀绝技 七十多岁的奶奶能玩匹刹 八十多岁的老爷爷能玩倒立 大家每天集中在一块练运动 练什么呢 说起来你都不敢信 他们每天都在练瑜伽 瑜伽本来是城里人练得比较多的 可是在这儿呢 已经成了全村人的共同爱好 甭管男女老少都在练 而且练得特别好 很多花甲老人 随手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就能把年轻人惊得目瞪口呆 育狗粮村是一个贫困村 这村子里边有很多留守老人 2016年扶贫工作组进驻到这个村 组长卢文正去村民家走访 发现村里的人有习惯 有人来家里串门都要请到炕上聊天 村民可以很熟练的盘腿坐着 腰板还挺直 这坐姿呢 就跟瑜伽里的一个坐姿很像 于是工作组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组织村民一块练瑜伽 锻炼锻炼身体 村里人都没听说过什么叫瑜伽 也不知道这到底有啥用 刚开始并没有多少人练 后来工作组的人不断做工作 来锻炼的村民就越来越多 到现在瑜伽推广已经两年了 这村里已经有一个庞大的瑜伽队伍 每天上午下午各一小时 大家聚集在广场上来练 村民还特勤奋的 回家在炕上练 放牛的时候在野地里练 反正没事就练 都练成了一生绝活 现在村里的整体面貌 有了很大的改变 玩牌打麻将的少了 大家都把闲暇时间用在炼瑜伽上 另外老人的健康状况 有了很大的改善 很多村民腰间盘突出 要么古智争生 练了一段时间后 老毛病竟然也就没有了 都说扶贫先扶智 要我说 对这个贫困村而言 瑜伽那就是一种财富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无人银行 前不久啊 我国第一家无人银行 在上海正式亮相 吸引不少人前往体验 进入到这么一家银行 你就发现 它没有大唐经理 没有保安 也没有贵员 只有两个萌萌的机器人 第一次来这么一家无人银行 你需要刷脸验证一下身份 以后再来啊 你就可以直接刷脸办业务了 不用带银行卡 也不用输密码 更有意思的呢 是这家银行 还有一个图书馆 有一个游戏厅和一个小超市 它的图书馆里啊 有五万多册电子书 只要用手机扫一扫 你就可以通过大屏幕来阅读 它这个游戏厅呢 有不少AR VR等技术支持的网络游戏 除了打游戏 你还可以在游戏厅里啊 浏览租房信息 如果你渴了 饿了 就可以到银行的小超市啊 买饮料和零食 您瞧瞧 这已经不单单是一家银行 简直啊 就是一个小型的综合体 有专家说呀 无人银行的出现 将对我国传统的银行服务模式 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其中呢 最直接的改变就是 消费者可以得到更优质 更贴心的服务 传统模式下 银行要求员工热情接待消费者 但呢 作为人 从早到晚那么热情 你也不现实啊 而机器人 他就从根本上 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 他们能够永远的保持满腔热情 没有情绪化 另外呢 他还对银行业的人员结构产生影响 银行的前台柜员 会大幅度的减少 而后台人员呢 你比如技术 封控会计等 也会有所增加 当然了 无人银行带给人们的思考 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个银行业 更多人关注的是 人工智能 对人类的影响 你看现在 无人系列的人工智能产物 是越来越多 你叫无人驾驶啊 无人工厂啊 无人餐厅啊 无人超市啊 还有这无人银行啊 他们在方便咱们生活的同时 也让咱呢 感到焦虑 万一咱们人类 被他们控制了 怎么办 前不久 国外就发生了一件奇闻 说有一个机器人半夜失控 他先是发出毛骨悚然的笑声 然后冷冷地说 人类是一个脆弱的种族 这一幕啊 把他们的主人啊 吓了半死啊 后来生产机器人的厂家就解释 说应该是黑客高手 露青了这个机器人 然而还是有人担心啊 说如果人工智能真的爆发了自我意识 想要控制人类 可怎么办呢 你看啊 自打这个阿法狗 狠扫人类围棋界之后 人工智能似乎总在笑傲人类 对于这个问题啊 人们还在热烈的讨论当中 没有一个定论 不过要我说 能不能驯服人工智能这一匹野马 那还得看那驯马的人呢 好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快递柜 最近几年呢 智能快递柜越来越多 给人们提供了方便 家里没人照样也可以收件 可是呢 也引发了另外一个新问题 什么呢 家里明明有人 快递员不愿意送货上门 而是给你发一短信 让你自个儿去快递柜取 如果超过24小时 还要收一定的逾期管理费 据媒体报道 说有一个人忘了看短信 结果呢 那包裹存放了好多天 打开一看 里边的绿豆啊 都已经长出了绿豆芽 有快递员说呀 现在包裹特别多 时间又特别紧 直接放在快递柜 也没什么不妥呀 其实根据快递暂行条例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 应该将包裹投递到 约定的收件地址 并且要告知收件人 当面验收 也就是说快递呀 它是一种门对门的服务 就算收件人不在家 快递员要将包裹 放进快递柜 也必须事先打电话 征得收件人的同意 而不是事后发个短信了事 另外如果还要收取什么 逾期管理费 那更是霸王条款 要知道送货上门 本身就是快递公司的义务 你不能为了提高效率 却将成本转嫁到了 消费者的身上 要我说快递柜 不是甩手柜 不是钱柜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最新奇的看天下 文章标题 太漂亮也是一种病 这不是开玩笑 前不久 河南妇幼保健院 来了一个萌娃 皮肤白白的浓眉大眼 睫毛又长又密 看上去跟羊娃娃一样 特漂亮 遗憾的是 这孩子有未养困难 和同龄的孩子比 这身材明显要矮一些 而且智力发育相对更低 经过医生诊断 他患有一种罕见病 叫歌舞剂面谱综合症 这是一种发病率非常低的 遗传性代谢病 患病的孩子 从小就相貌出众 素颜的时候 就跟化了妆一样好看 但患者也有其他的特征 比如发育迟缓 骨骼异常 有语言障碍等等 这种病最先被日本专家发现 而且患者长得漂亮 像日本的异剂连谱 所以被命名为 歌舞剂面谱综合症 2009年 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就宣称 收治了我国首例患此病的孩子 最近又发现了新的病例 有专家就说 目前大家对这种病不太熟悉 应该引起重视 准妈妈在产前检查的时候 要提前了解更准确的遗传学的信息 好对患者有更多的早期干预 好 接下来关注南方人物周刊 介绍瑞茨 船局式出行 这是最近流行的一种出行方式 简单说 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传在一起 然后争取出一套门 就把事全部搞定 你比如把所有的朋友都约在同一天 早上见一波 中午见一波 晚上见一波 并且顺路还去了一趟商场 又去了一趟银行 又去了一趟超市 所以呢 船局式出行 就叫感激式的生活 或者叫批发式的社交 这种做法的效率啊 那是很高 只不过有人担心 这样会不会失去了社交的本意 还有生活的本征也没了呢 要我说 人生何必太匆匆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明天中午